最近有一位女明星 真的再婚之後 大家就 唉唷 怎麼會這樣 我知道妳在說什麼 她怎麼漂亮得這樣 看一下 看一下 唉唷 最近他們拍了什麼 雜誌的婚宴 就是說有一種 有一種幸福跟美麗 是假不出來的 對 對不對 你看那種整個幸福的感覺 喔 漂亮 郎才女貌 對啊 所以她這次跟那個 為什麼腳本給人家寫說 大S這次和新老公合體 是要害我是不是 他有舊老公 對對啊 妳寫腳本怎麼這樣寫 妳為什麼她照著給她唸出來 唉唷 我就怕一下 新老公合體拍攝雜誌 網友經驗她的狀態也太好了 對啊 為什麼 大家都說她已經 這個劇俊燕已經搶了那個 志玲姐姐老公的風采 龍登最新國民姐夫 是喔 太帥了 志玲姐姐那個老公也是非常帥 也是也是 而且最近也很會說 是韓國人都這麼會說話嗎 還是什麼 她說 一定是我上輩子拯救了地球 所以這一輩子 我才可以有這麼好的福報 你看水吹多滴了 你們學會看看 沒有啦 以前的男人也是這樣說 我們當高中的時候 我上次人家燒好香 他只是用現代語言轉換出來而已 因為燒好香 燒好香就是燒一機而已 我們拯救了幾顆地球 好啦好啦 厲害了 怎麼這麼厲害 對啊 真的 很好玩 怎麼這樣 這個是國際雜誌Vogue 拍出來的這個作品 老實講 上個禮拜 它推出了之後 很多的家庭 幾乎要真的要面臨那個絕利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多少女朋友跟我講說 回家裡有死老公 死老公 怎麼差太多了 怎麼越看越討厭 劇俊燕 已經五十幾歲了 已經五十幾 那尤其我覺得女人幸福 真的是騙不了人 你看她那個神情 大家都說 大S回來了 當年的公主回來了 因為她的那個 不管從眼神到神情 然後一直到她那個 你知道嗎 那個表情 都是滴出那個蜜來了 就是那種沉浸在幸福裡面 那其實這一段感情 大家就想說 哇 他們到底如何百轉千回 如果其實大家在前一陣子 大家都吵得沸沸揚揚 也就想說 他們兩個 剛講說那個二十年 沒有改過的電話號碼 可是當年其實 他們曾經被阻攔 他們其實是被韓國的經紀人 阻攔這一段地下戀情 所以當年其實大S 還是小女生的時候 真的是很崇拜酷辱 對 都已經追到韓國去了 對不對 所以是真的 所以真的是真的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評論 去看一下當年 這個娛樂百分百 他們大小S 他們一起主持的那個時段 民國89年5月10號 大家可以去找 你知道嗎 當時其實聚聚宴 本來他們這個團體庫隆 是要去上他的節目的 在當天突然間退通告 其實他們來台灣 做一系列的宣傳 然後要上很多節目 偏偏就是退了大小S的節目 那當時其實當然有一說就是說 為了要避 就是避嫌 避嫌啦 就是說人家已經吵著說 你們兩個在一起 談戀愛 那時候韓國經紀人覺得 非同小格 庫隆 我們庫隆是偶像 所以當然不可以 不可以那個一定要保護藝人 這種經濟公司 經濟公司這種態度 對女生有點傷 對 是有點傷 可是當時你真的去看 那個影片的過程 你沒發現小S義憤填膺 就是姐姐太受委屈了 而且大S居然在那個節目當中 她們那時候也是做現場節目 累撒攝影棚的 哭了 所以大家其實就會去比較 就是說一個女人 如果遇到對的那個 對的人 其實整個人就不一樣 然後大家有去找 當時她跟小汪 我們小汪的那個實境界 剛剛腳本給人家寫新老公 那你講的小汪就是舊老公 對 對 就覺得說 她們那時候實境 你說實境感覺是真實 可是裡面就是也有眼的成分 就是看得出來 其實大S那時候已經不快樂了 所以那個對比這樣子擺起來 是啊 那個真的反差很大 沒有對比 比不知道 真的一比起來 真的有差 現在這個幸福是藏不住的 所以你知道 要離開不對的人 你就重生了 拜託 你講到這樣很多觀眾朋友 現在看旁邊的 大家都是怕的 要省慎 不能這樣隨便 不是啊 對 要想一下 對 要省慎 所以另外還有一位女明星 也是離開不愉快的婚姻 其實也是越活越好 對 大家一定都很多人看過 那個什麼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 這個其實真的是爆炸 爆炸 炸紅 然後而且非常非常的賺錢 那我先講就是說 她的女主角楊蜜 當時其實 她其實是一個小童星 她四歲就出道了 可是她一直磨 一直磨 其實吃盡了苦頭 一直到2011年她才大紅 一直到她結了婚之後 她一直覺得說 我應該可以好好的 當然就是相父教子以外 事業對她來講很重要 那大家都知道 她的另外一半 在當時演藝圈覺得 真的是佳話一段 劉凱威 非常非常的帥 然後也是影色情 也是在圈裡面的 非常的帥 那兩個就是神仙眷侶 那時候結婚 大家也覺得有點驚喜 可是對一個在中國來講 這樣子一個 這樣自己獨立打拚的女人來說 有一個歸宿是好的 然後她們後來生了一個小孩 重點是五年之後離婚了 那為什麼會離婚 這麼突然 然後因為男生也沒有外遇 那女生也沒有什麼匪文 可是怎麼會都沒錢沒錢 可是事出必有因 不可能沒有問題 原來是什麼 這個劉凱威太軟爛了 就什麼是屬屬行行 我們常講現在 不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內 我出去打拚 你幫我做我的後盾 都OK的 也可以的 對 可以的 可是這個劉凱威 家裡連小小的 可能我要給小孩子 換一個什麼 什麼副食品 然後家裡要做一些什麼更換 燈泡的更換 全部都要找母了 你要不要做個決定要做什麼 所以久了之後 像楊蜜他知道 我一定要在事業上 有一番作為的人 你連這個小事 你都要來吵我 我如何無後顧之憂 然後老實說 就是兩個人個性真的差太多了 一個太有能力 一個太弱 太軟 所以他斷然的 他就離開了這段婚姻 可是他那時候離婚的時候 被講得很難聽 他離開後來又比較好 然後我真的要講 我跟你講不得了 他離開了之後 我們就看到了 我剛才講了三生三世 他真的爆紅 然後爆紅到什麼程度 他三年 三年他賺了 他那個賺了50億 三年50億 他有一陣子真的應該 算首席了吧 對 而且他不再是一個女演員 他現在是自己是CEO 是老闆 那你講說這50億哪裡來 我剛才講的那齣劇 光是版權 朵琳哥 有一個公司 跟他買了10%的版權 就是5億 所以換句話說 那一個 那一部劇就是50億 這樣懂嗎 所以他現在是50億的身價 就光是10%的版權 就5億了嘛 單身嗎 現在 他現在單身 去吧 去拯救地球 但是他後來有 我要先拯救地球 真的 他有一些緋聞的男主角 好像年紀也都滿小的 對 都是很可愛的鮮肉 是喔 可是我跟他事業心很強 再挑也是要挑鮮肉 沒有 朵琳哥搞不好 他人生反轉 沒有結局啦 他在等待你啦 沒關係 鐵 bre 的 啊 嘔 噏 Pal 這 呢 上 從 來 委